曾经全球聚焦的广东乌坎村民抗暴事件 似乎战告一段落 12月28号 中共当局对乌坎村2月份的换届选举 认定为违法将重新选举 乌坎村民表示 土地没处理他们不会接受选举 如果当局选自己的人 村民将继续上放 分析指出 当局如果采用欺骗手段 将带来更大的农民抗暴运动 南方网报道 28号广东省工作组 在乌坎村委会 召开省工作组村委换届选举问题 小组情况通报会 决定2月份乌坎村第5届换届选举违法 将重新选举 乌坎村民指出 土地没处理好 他们不接受选举 我们还没有说要选举 那土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 我们不选 如果土地处理好了 我们就要选举 就要我们冥想 全村的人来投票 不能给他们自己说想谁就想谁 通报会上 东海政党委宣布成立乌坎村党总支 暂时接替乌坎村委会工作 他们想自己的 就想那些党养以前那些干部 我们都不会接受的 这个还要再看一下 我们那村代表怎么说 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我们还要继续 可能又要上班 报导称 乌坎村两委成员 各村民小组长 副组长 会计 村民代表 上访群众代表 等一百多人 听取了情况通报 两百多名村民旁听了通报会 但村民指出 村民只是去看了一下 当局说假话 是政府的人自己在那里搞 日前发生的乌坎抗暴事件 在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 和乌坎村代表林祖兰谈话 朱明国口头答应 村民的部分条件 紧张情势才暂时舒缓 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 仲伟光指出 中共暂时退让 是因为他们知道 没有能力扑灭乌坎民众的抗争 但中共擅长灵活使用 快刀或软刀子来迫害民众 实际上共产党究竟采取 哪种方法镇压 在他们自己来说 他们也会是很灵活的 所以乌坎村的胜利 要想保持这个胜利的局面 继续有所推展 我认为就是第一 认清共产党的本质 第二就是全国的民众 在各地都要借鉴乌坎村民众 反抗的这个经验 在各地都去采取 有力的对抗共产党的这种手段 邢坎儿记者李运萧宇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运萧宇